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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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girl 你像個故事 外表甜蜜 你在缺錢人無比 你充滿機密 美麗的聲音 Yeah 我像頭而語 明明天意 保護著柔軟的心 我害自己 不告訴你 一直一直一直 你想走 一直一直一直等結果 原來我們是 找彼此的方向 在做 看看你 看看我 注定放頭 Yeah 你有你 我有我的美夢 Oh 天日天 平日地 躲不走 卻在這個 類的交換 給我愛的鼓勵 Oh Yeah 給我愛的鼓勵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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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et out of here 嗨 小明 阿姨 我剛剛才吃飽的 我知道啊 可是呢這個湯 它是養顏美容滋補元氣的 它是養顏美容滋補元氣的 你不是告訴我 加班要加很晚嗎 這個湯馬上熬好了 我把你送過去喔 不用了 你放著就好 我趕快把我的工作忙完 我就回去吃 好嗎 就這樣了 拜拜 愛一個 其實 一直有人關心 也還蠻累的吧 加班哪 李香啊 您知故問 心情那麼差 是不是滴血糖了 要不要吃點宵夜 要吃也不會跟你吃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會出去跟我吃飯 所以我特意請了五星家 飯店的廚師 親自過來為我們倆料理 不用了 這種充滿同酬味追求方式 我已經看膩了 所以呢 你不用浪費心機 浪費錢了 等等 那你的意思是 我沒有機會了嗎 就算你今天追到我了 難道你以後也會用這種方式嗎 餐餐請廚師來幫我煮飯 我不喜歡打總累充胖子的人 記得幫我關單關門 是 溫柔多筋都不行 看來我是真的沒有希望能住到他了 怎麼那麼久 怎麼那麼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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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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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去哪儿 来来来 好球 太棒了 太棒了 再一个 再一个 不好意思啊 李杰林十月打球 哪会啊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 真的吗 不无聊吗 不无聊 喝水 这边 那边 来搜我 回来 这好球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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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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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 待会儿 来 加入了 走 走 快 走 如他们在开人 民意 legal 勇敢 好 willingly 快 你不受危险 新郎是体育明星 女方是社交名媛 从他们交往开始 就受到无比的关注 现在他们要结婚了 婚礼 肯定会吸引到更多的媒体 过来报导 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 是我们公司 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 如果能够做出一点成绩 那这样会是 对公司最好的宣传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全力以赴 洛洛 你经验比较多 我希望婚礼的流程 还有场地的布置 有你带着小敏 还有其他人负责 我反对 反对无效 婚纱的部分 新人同意让我们发新闻稿宣传 所以我希望哲熙 还有瑞芝出一趟差 把锦看好 让婚纱照打出最强的头签 好的 哲熙 一会儿把那方先生电话 给我一个 我想去之前 再跟他们确认一下细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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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事啊 看警的事 我不知道你会这么安排 你不会 还在撮合我跟瑞士吧 撮合 我没这么想过啊 你应该知道这个案子 对我们公司的重要性吧 我不知道你跟瑞士 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但既然在同家公司 合作就是难以避免 如果你要是避嫌 但要做几次也会尴尬 不如公司分明 我知道了 博博姐 出去啊 枪头真的出来 哎 你谁啊 你把自己包成个粽子干什么 你这样更加引人注意好不好 哎哟 我们才刚交往 而且 你就要跟前女友出差 我难道心也会舒服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公开 至少让瑞芝知道 不要啦 这样好像我们就欺负人一样 我们就按照原计划 顺其自然 让她自然地知道 哎哟 你又不是不晓得 我上一段恋爱 一堆让我自己也没安全感嘛 哎呀 行行 放心 我们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对不对 这次是两天又不是两年对不对 一切都不会改变的 嗯 想吃什么 你现在都不会安排 你不说她 你不说她 不要 你 我不说你 我不说我 你不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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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有什么好拍的 记录生活啊 现在不都这样吗 能不能制造同样的回忆 什么样的回忆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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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嘛 谁都可以乱写的 现在的男女都会利用发文来宣示主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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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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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ő wydaj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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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го 我们下午要去看景 晚上还要跟方圈让他们吃饭 没有时间找饭店 我们什么时候知道 还有没有房间 这个的话我们会尽快通知您的 欢迎下台以后 回去国际酒店吃饭卡 您不至愉快 好 谢谢 走吧 我打个电话 我倒杯水去 哈喽 我到了 我刚好想要打给你 怎么了 不放心 我先看你重点机没带 你饭店电话几号 我都给你 我才刚到还不知道 就这样说吧 好啊 好啊 不给我电话汗吗 我是因为一会儿可能会忙到焦头烂额 所以现在珍惜跟你通话的每一秒钟 我也是说说而已 我该走了 一会儿忙完回来再打个电话 怎么只说这两句啊 你也不会说一些什么想我啊 或者是我活在你的心里啊 就讲一些报平安日常生活的话而已啊 行动胜过言语 行动胜过言语 你热我麻了 拜拜 走吧 你热我 你热我 安心吗 精力重生 什么事都发生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讲 说到出差 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 什么事 事啊事啊 就拿我来说吧 我和我老婆就是出差的时候认识的呀 结果第二次出差 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就有我女儿了 又又又又 快忙走 我也是我也是 我老公本来和我是同事 结果因为一次出差 人生地不熟 两个人的感情就走在了一起 最关键的是那个充电器 充电器 充电器 因为我的手机当时忘了带充电器了嘛 晚上就在房间充电 结果手机有电了 我俩也来电了 妈妈 她最爱的花花 对了 对了 你有没有拿充电器 有啊 在房间你要吗 总而言之啊 出差就是给男人女人制造机会 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 小沛 真是 房不胜房啊 壮壮 若欣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身边 哦 壮壮我问你哦 如果刚开始交往的情侣 一直打电话给对方 会不会显得很烦 怎么会烦呢 你知不知道 情侣一般讲电话都是讲到睡着的 如果你不问她中午吃了什么 晚上几点睡觉肠胃顺不顺畅 这才不够称职呢 别担心 打 打 可惜 我帮你拨 我帮你拨 给 现在什么人都有 什么事都能发生了 对不对 是吧 房玄啊 那你之前跟你老公出差定情 你老公这次又出差 你有没有一直打电话查岗啊 我看 那叫调情才对 当然了 她得每分每秒都留意 不然 我就当她心里有鬼 没人接啊 你应该在忙 你应该在忙 我拍胸脯向你们保证 如果男人不接电话 九成了有鬼 对 我看是 好了啦 午休时间 还在那边闹 怎么办法专心工作啊 好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准代替 出差这件事 要是被人家说 我们这个部门 效率不佳 谁还笑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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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罗 啊 总经理 陪我见客户 哦 是 嗯 这里又有人对新鸣做菜啊 是啊 妈挂上 回来工作 没事别瞎说 别在背后老议论别人 快点 快点 嗯 我们找到了 能够让总经理 亲自想要会见的人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哦 陈总她是国内秀宪旅游的 人口之一 跟我们公司会有很多的合作 像方先生案子是她推荐的 所以我非常重视 那 我先跟婚宴部的人打声招呼 好吗 好 去吧 好 你别再整花了 赶紧把照片搬过来 快点 快点 副理 好久不见 我是洛洛 是你 最近怎么不见你们丘比特 来订场地啊 公司倒了 丘比特被并购了 这是我的新名片 你们这些婚故啊 整天对客户说 对婚姻要一生一世 其实自己根本不当回事 名片的抬头说改就改 副理 您要的花到了 我要的是百合 您拿这些玫瑰来做什么 啊 还不快去处理 是 回来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 全部丢掉 是 账记在你头上 真是的 脑袋涨来干嘛用啊 装饰用了是不是 还不快去 副理 其实那个花丢掉挺可惜的 它还有很多其他用品 废小姐 我感觉你还是把心思用在 如何保住你这份新工作上 比较实际 这花啊 轮不到你来操心 请问费小姐的建议有何不妥 如果你尊重你的工作 对你的工作有热忱 那你一定会听费小姐的建议 很明显 你并不试任这个职位 我说你谁啊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这位是我们谭社婚故的总经理 谭丽杰 同时也是这家饭店的新任董事 陈董事 陈董说她临时有事不过来了 我们走吧 董事 董事你听我解释 董事 你听我解释 虽然现在上班时间 但这种事我真的不习惯 让陈琛听我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狠 连一点余力都不了 没有啊 你脸上的表情已经全部告诉我了 我只是觉得 她应该是好不容易爬上现在的位置 如果有人给她机会 她会改得 她会改得 你觉得刚刚那位副理有吗 你觉得刚刚那位副理有吗 你还好吗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来 二位 博厂这里的茶不错 好 谢谢 这是呢 我跟她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虽然不大 但是气氛非常好 你们觉得这里面是合办婚宴吗 冯先生在跟你说话 对不起啊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不好意思 我也马上回来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一直低头看手机 连傻子都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你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心不在焉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你知道这个案子 对我们公司来说有多重要 既然出来工作 麻烦你拿出该有的专业跟态度好吗 好 可以 不好意思 二位 刚才失离了 因为我有太多的想法在脑子里 现在想好了可以说了 其实我知道 二位从一开始交往 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但是和关注一样多的是舆论的压力 所以你们曾经一度分开过 但是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 坚持下来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故事 所以我想把它拍成一个视频短片 在婚礼的当天播放 还有我知道 二位最在乎的 其实是曾经反对过你们的父母 尤其是陈小姐的父亲 她曾经对方先生用太多精力 去培养下一代运动员这件事情 有一丁点的说辞 但是最后还是被方先生说服 和感动了 罗先生 您怎么知道的 我们和陈小姐的父亲谈过 她无意当中说的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呀 我还蛮好奇的 我们想先卖个关子 到婚礼当天 让陈小姐您的父亲亲口告诉我 在场的所有嘉宾 让所有人 都能够感受到你们这一份 唯美浪漫 却又不太容易的爱情故事 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用心 我相信 你们一定会为我们办一个 让我感动一生的婚礼 谢谢你们 放心交给我们 祝贺你们 祝你们俩幸福 谢谢 谢谢 来 请用茶 好 三点了 洛洛还没回来 你吵什么吵啊 洛洛没回来 你高兴的 大夫 你回来坐 我跟你说 这事你就不知道了 你想想 洛洛这么晚了 跟男人待在外面没回家 那肯定是感情靠谱了 这我怎么跟你说 就是 有一次 我呢 带着我们村的阿梅 去看电影 然后回家很晚很晚 她妈呢就不高兴了 让我对她姑娘负责任 你想想你该怎么办现在 你说洛洛跟陆哲熙去看电影 什么呀 怎么可能跟那个小伙拆头啊 她是跟我们谭总 说是去见客户 但是我想 肯定没那么简单 哎 人家出差就是工作 不像你脑子不纯正 我一处想人家 什么我往来处想啊 今天在公司一天 大家都是这么谈论的 说是什么出差啊 给男女制造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的机会 反正我是没出过差也没见过客户 如果真是要因为这样能娶到媳妇的话 我还真想试一试 不行 我得给洛洛打个电话 这么晚了 叫不到车得有人去接 不不不不 不行不行 这个电话你不能打 为什么不能打 你你你你别破坏了人家好事行不行 我担心女儿破坏才什么好事啊 哎呀三点了你赶紧睡觉吧 要个不行 我跟你说电视就这么说的 你三点再不睡觉的话你就等老年痴呆了 你不能不能不能打的 真的不能打的 我求求你了 小姐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这些都是不能空腹吃的 三餐饭后加睡前 红色的这颗四个小时吃一次 白色的是退烧药 还有这个胶囊 等她醒过来有吃东西之后才吃 那万一她又吐了呢 通知我们就好 谢谢 应该的 红色四小时 白色 白色是退烧药 胶囊是饭后吃 不行啊 谢谢啊 医生说你饮食不正常 操劳过度 免疫系统下降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压力太大了 要放松自己 我没有权利生病 人是肉做的 什么样的人没有权利生病啊 我从小就是在陪来当企业接班人的 面对任何事情 都必须谨慎小心 因为在我身上一个小小的事物 没有可能就会想到上百元的神经 所以连生个病 都必须精明地计算过 该休几天 事情该交代给谁 如果发生了什么经济状况 不要有什么样的应变措施 要权责分明 毫无遗漏的 你说 不能生病吗 我一直以为 含着金汤匙出身的人 他的人生从此就会顺顺利利 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 原来 他承受着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压力 不能生病也好 不许犯错也罢 但你现在仍旧在医院 可不可以暂时忘记你是谭李洁啊 谭李洁就算再了不起 也是会生病 也是会流血 还不是跟我们一样都得吃药 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样话的人 那不然呢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专心地当一个病人 我老爸跟我说啦 生病的人最大 可以不接电话 可以工作什么都不管 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你要偷懒 要耍赖 就是趁现在了 总之 你好好休息 什么都不要想 我去帮你买点吃的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如果可以给你口菜打分的话 你刚才的表现打一百分 我以为我满分那次应该是我大学 矿了四十多节课 最后还能顺利毕业的那一次 当然了也是因为你替我说了很多好话 最后才能够说服教授 我点了 为了庆祝方先生和陈小姐 接受我们的方案 也为了庆祝 我们重新找回默契 来 来吧 喂 我到病馆了 下班了吗 我在医院呢 医院 生病了 不是我 是李杰 我们今天去看场地的时候 他身体不舒服 啊 他没事吧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可是还不可让家人担心 所以 我会在医院陪他哦 喂 小姐您好 我们已经帮你协调出另外一间房间 谢谢 我们只需要一个房间 那你好好照顾他 但是 你要答应我 保持距离 拜托 在医院是可以发生什么事情啊 哪像你 你出差耶 还在饭店耶 我跟你说 你在出差的这段期间 每分每秒都要想着我 知不知道 好了我知道了 那先这样 拜拜 饭店还没有通知吗 呃 再等二十分钟 怎么着 我都喝两杯了 你还喝不喝了 好 干了 嗯 嗯 好 好 这一杯 敬我们这么多年没见 第一次坐在这儿 这样喝酒 再喝一杯吧 我多了 我不能再喝了 我多了我不能再喝了 我多了我不能再喝了 我多了 我多了 你还好吗 还好吗 还好吗 可能因为浑酒的关系 我真的得 我忘了你不能喝浑酒的 要么洗了一点去吧 好 好 好 我警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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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啊 放开他 你做梦了 你女朋友好辛苦 照顾了你一整晚 她不是我女朋友 不好意思啊 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舒服多了 谢谢 你这个孩子 谭诺 病倒了也不跟你爸说一下 要不是我从主治医生那里知道 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 爸 爸知道你辛苦 可是你身体有状况 也要跟我提嘛 虽然我是你的老板 但我也是你爸 对不起 谭董 总经理本来想说是小感冒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他不是刻意瞒你的 幸亏有洛洛送我到医院 爸 我真的没事你不要担心 陆陆 陆陆 你照顾我一整晚 应该累了吧 跟我去休息 好 那 谭董 总经理 我先走了 这样的目的 你是不是帮我来 你跟我来坐下来 我去不及去 你休息一下 你去哪里 我去工作宁愿 你去村庄 你去做这些 你是为了 我去许到你 我去搞叫你 也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 早 早 还没睡醒啊 都几点钟了 昨天晚上打赏文科 无荷酒 头疼 李健还好吧 还好 还等着我到医院看他 那就好 怎么了 喂 喂 泽西你说话啊 我这里有点情况 我晚一点打给你 拜拜 昨天晚上 我们有点喝酒 他们出来 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啊 什么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们俩上床 还是因为你现在毫不掩饰地 在我面前傲不要亏咎 拜托 不要用这样的态度对我好吗 现在该不好意思的是我 我只是有一点搞不懂 我不是一个酒量差的 即便是混了酒 也不至于像昨天那样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你自己被人设计了是吗 你放心 我范瑞芝还不是那种 为了挽回感情 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 就算是我愿意糟蹋我自己 我试问 你会因此回到我的身边吗 我去准备了 你要怀疑快 再過幾分鐘 主席就回來了 她不可能再回到妳身邊 大家朋友一場 我不希望妳越深越深 甚至現在還沒有事發生 聽我的勸 放手吧 你怎麼知道什麼事都沒發生啊 也許我早就反派了什麼了 這話什麼意思啊 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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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不知道妳在這裡 不然我一定不會來應聘的 我知道我說什麼都沒有用了 但是我真的不是誠心要瞞妳 我一直在找機會想跟你說清楚 可是鄭文華跟我說 她會有更好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情 誰知道她玩這種兩面手法呢 欺騙我們兩個人 妳放心好了 我是不會來這兒上班的 我是不會來這兒上班的 我還是那麼期待有一天 有一個人看著我的雙眼 每一天 每一夜 每一夜 有過三天 才更真切 每個昨天 推向我走到今天 越想看得見 越看不見 越想看得見 越深刻 心裡近一點 越走得 又遠 越是千山萬水 越想用力去追 越後的夢 越是能不落空 妳是否 會在下個路口 不回頭 我總以為自由是逃離那傷口 回過頭 擁抱犯過的錯 才讓我動 像風箏 需要天空 同時 也要選出現的手 越想看得見 越看不見 越想靠心裡近一點 越走得 要遠 越看不見 越來越看不見 愚生 越來越看不見 越來越想 越來越遠 越前山萬水 越想用力去追 越來越遠 越是千山萬水 越來越遠 越走